這個圖我來給大家看一下給兩位救教一下 我们先看立委的部分 你看有多荒唐的这个门槛 我这个是举去年的某一个选区 因为我们的比例差不多 我不是以外道或原住民这种特例的 一般我们的区域立委30万人左右的选区 我是挑其中一个 他的选区的选举人数是39万人 然后呢某立委他的得票数是10万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现行的法律规定 选举人数要2% 才能够发动提案 这2%呢 这39万成为2%就要7800人 而7800人要联署成案 要13% 而且这13%是不能跟那2%重复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要50700人 换言只要能够联署成案 就是7800 加50700 就差不多要5万8千人 要中间6万人 你再扣掉一些被你们剔除不合格的 中间重复的资料不足的 超过6万人以上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水平 结果呢投票罢免以后 要有39万人里面的2分之1嘛 出来投票至少 那这样就要19万5千人以上出来投票 那同意罢免票 或者你讲的有效票 就要9万7千5左右啦 脱掉很少数的废票不说 就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因为很高门槛喔 它在一个正常选举的情况之下 它也不过拿10万票 结果在罢免它的情况之下 就要拿也要相当将近10万票 还要经过历历的过程 还不能宣传 在目前现行的规定之下 这个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说 它是一个公职人员选举不得罢免法 无法罢免法 剥夺它宪法权利的一个法条 那我们再看议员就知道有多夸张了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议员 被曾经罢免通过过呢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你看一下 我们的议员也是同样的规定嘛 那议员里面 我们也是挑其中一个事实上的选区 在2014年选举的 它的选举总人数以20万人来讲 某一个议员他得票15000票 他当选了 如果我们要罢免他 为什么是没可能的事情呢 你看发动提案就要4000人 我们要连署成案要26000人 加起来就要3万人 加起来的3万人 已经比他当选多一倍哦 他15000票动算 你要3万票才能给他提案 还没有进行罢免投票哦 结果呢罢免投票要 10万人以上投票 同意票要多少票呢 5万票要5万票 也就是说他才拿15000票当选 他要拿3倍 300%以上的票 他才有可能被罢免掉 那我要跟两位再报告是说 你知道那一般投票率 去年 今年啦 的这个立委选举 是平均66.34 66.34哦 这个投票率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每一区都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原则上 选举期间 同一天 全国总动员 媒体大报导 而且呢 中选会 县市的委员会有 诸多行政作委 包括训练监票员 全国大 这样子老师 公交人员 一般市民来总动员 还有包括吹票 文宣宣传等 这样才66%呢 结果我们现在把人家绑手绑脚 选举又不能跟其他选举同一天 种种的限制下 你要人家50% 我再重申 这叫做 公职人员得选举不得罢免法 所以我全力支持 应该要修法 要降低门槛 我知道你们都回答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要再次请教 次长跟主委一遍 你们知不支持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里面的罢免门槛 要予以合理的降低 其实委员自己的试算 我自己也有试算过 包括把联署期延长或缩短 以及如果是说你要罢免 你这个团队大概多少人 要来征求联署的 一天一个人 大概需要联署多少张 我想我们大概都有试算 这个结论大概是跟委员的结论 大概是相当 也就是说 现在的规定 对于成案的部分 以及要过罢免案的部分 是稍微高了一些 所以我们的看法都是 可以调降 至于调降到多少 应该原则上是 说被罢免的人 跟要罢免的人 可能需要 居于相当的武器均等的态势来考量 然后再考量说 实际上工作的天数有多少 以及中选会的人力有多少 综合来考量 可能会比较好 另外一点就是说 单数选举的跟负数选举的 是不是应该不同的这个规定 那这个也都是需要考量 我想我们内政部 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做这样的这个思考 好 OK 没关系 这样你们刚刚一起都一样的观点 我想 我想 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应该调降 好 那我想也尊重各位说 单一选举区跟负数选举区比例要所不同 刚才我们举证的说 这个议员的选举 你看这简直又比单一选举 更难如登天了 好 那再来我们要看到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早上很多的委员 几乎每一位委员 包括召委在内 都有请教各位 就是说 有关于台北市选委会 对于去年的 所谓的罢免行动里面 的宣传活动 采法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们有些回答 我都听到了 可是我要提醒的是说 社会观感的问题 你们可能会认为说 包括主委认为 违宪是另外一种概念 有很多复杂的看法 有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 内政部可能会认为 或者是当然中选会仍然认为 这是市选委会的举措 可是我要提醒的是说 市选委会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他曾经有提醒 中选会要与市县 就算是 有还有一些市县的条件 不见得成熟 但是主委我要提醒的是 社会并不是单 中选会并不是单独于社会而存在 当时社会已经弥漫在讨论 我们要修法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如果提市县案 也可能会是一种 让时间换取空间 讨论的机会 可是这个机会 被中选会否决掉 不予以再送到行政院提起市县的动作 那我想要针对黄国昌委员所问的问题 我要追问一下 他早上问你们已经经过了一个中午 休息到现在两点半快三点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主动 而不是寒转的 要求双北 台北市新北市的选委会 针对这一些对罢免行动里面 要行使宪法上的权力的民众 予以裁罚这件事情 主动的要求地方选委会予以裁罚 你们到底找出这个公文了没 应该是还没有了 留情我顺色 我想再回答这个 您先走上来好一段时间 我怕会拖到 关于事件那个部分 我想我们一次有考虑说 事件需要的时间非常的长 那我们觉得修法才是正办 那来不及了 那你知道那个 我说时间换取空间吗 就是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可以让我们立案 他们立案 结果现在不符 你不知道吗 就是说你把它打回去 我尊重专业哦 我强调哦 你可能你有的法律的见解 这个见仁见智 但问题是你失去了这个政治判断 跟社会共同考量的结果 哇 你现在只剩下 今天早上钟月雄讲的说 啊这就是依法行政 他也只好屠乎夫妇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 您了解吗 就是说 他其实可以 中选会扛起来说 我们再往下走一步 等立法院 这件事 我在意的是这个 可惜啦 可惜 没关系 我是不是请他回答说 有没有这个公文的这件事情 我们给新北市的文是说 他要履行那个正当程序 就第一次报上来的时候 他说发这个不法 我们说请 还是要履行这个正当程序 请当初人陈述意见 第二次来说 这个他已经 这个不需要事实明显了 但后来我们宣委会 也没有再做处理 那台北市的这个是监察院 他有来喊